大家看一下這個後臺的一個訂單數據 下班就跑 完成速度非常快 一整排數據密密麻麻 但賣的不是產品 而是忘錄水君 只要搜尋列一輸入 包括小紅書 抖音 任何點贊增粉 評論留言 全都有明碼標價 然後那天晚上我就一個半小時的直播 它是固定 就是真的是幫我有200個人器在那邊 然後我發現就是真的是有真實的客流量進來了 只要百元人民幣 五星好評 按讚轉發 本思數要有多少又有多少 獲得高人氣輕而易舉 但虛假評論涉及輿論詐欺 讓警方不得不出手 群線追查才發現 不只一部手機就能操作 整個機房全都是身材工具 最近中國就有一間網路賣家日前被舉報配料表造假 儘管事後市場監管部門只舉報立正不成立 賣家也打算起訴打假網紅 但賣家過去產品不良 評價卻一片正面 也讓不少網友抱持懷疑態度陷入羅生門 蔡新文 黃泉報道 增長